大家好,我是凱俊 今天這集算是特戰矯正班的外轉嗎? 不不不,我要叫他翻外偏 今天的特戰矯正班不是我要矯正別人 而是我要被矯正 我會請到了一個第六幕神話3 也是曾經多次出現在Face影片裡面的TMS 來幫我矯正 講TMS,大家知道是誰嗎? 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我把另一個稱號說出來 相信大家一下就認出來了吧 他的另一個稱號是風大男 會準備這集的主要重點是 第七幕開季之後 主播我也請十連拜了 排位一絕不正 所以我才決定請人來幫我矯正一下 這集的含金量我覺得挺高的 很多都是我平常的矯正班不會說到的重點 所以大家要好好學習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問題 現在就要挺了 第一個問題 通常來說呢 黑粉這個三點圖有個特點 你知道這是進攻圖吧 通常來說 因為這個地圖裡面有三個點 基本上呢 保守走放只有五個人 是不可能直接占每個點內 只有超過兩個人對不對 一定有個點是弱點只有一個人 你玩凱正呢 通常來說 通常會把炮塔放在CY garage 放在炮塔 會放在這個位置的畫面 我們來控制這個 看有沒有人中前壓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很簡單 其實你們看小地圖 你們直接看地圖會發現 其實 我們假設啦 通常A點嘛 我們會占兩個人對不對 如果我們直接弱A 這類大跑 讓敵人知道的話 其實B點的人會直接來A點支援 那要變成A點會有三個人對不對 會造成一個我們五個人去 衝一個強點的情況 所以通常我們玩凱正呢 會把這個中壢部分 地圖中壢部分 中區空起來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 喔 敵人都來A了 有三個A的時候呢 我們會選擇轉點不會硬碰 可是現在你這樣放炮 它變成怎樣呢 你放在這裡 的確可以看屁股 可以確定 直接打A的時候不會被繞屁股 可是敵人就可以直接壓中了 他們腿是中壓上來 西壓上來 也是完全沒資訊的 這樣就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人過來 抱屁股 對不對 在這裡 把你們看著 然後你們被困在這裡 完全轉不了 只能去碰一個強點 然後很大機會 你們就會裂開 所以就已經會有 這樣一個情況了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砲塔會盡量往中方 這裡放 為了可以知道對面有沒有 來跟我們搶中 我們能不能看全的轉點 這裡有個問題 你看小地圖 主要是你看小地圖 如果有隊友跟你 那就沒差 可是你差別只有自己一個 對不對 沒人跟你 你自己倒了 A大整個就放了 現在三個隊友就被人包圍了 其實你看 A大風就是放掉了 然後等一下 他可能會有隊友從CD出來 然後他們形成一個被包夾的情況 其實對你們隊友來說 非常不利 如果你把他鎖死就反過來了 如果你就站在這裡 跟他等他出來 然後他拉出來 你想一想 同時跟你如果長距離 你在A大廳那裡跟他對 他一定對不贏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被迫跑回點內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往前壓的話 就變成你的隊友 包夾他了 所以我那時候 應該要後退 在階梯死掉 我確定 可能是狂事的時候 我要後退 你要後退 對 就是你回到我這個位置 你看我畫面 他狂事對數 你還拉的是神社 你就要在這裡了 這個附近了 然後等他出來 如果他往回跑的話 你在前壓 你就跟隊友說 你就跟隊友說他禁煙了 然後跟著前壓 因為這樣就變成 你跟隊友包圍他了 而不是他包圍你隊友了 了解 那這個情況是因為沒人跟你 如果後面有人跟你 直接壓他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三個人跑A小 然後一回一 跟你的機線倒 你就不能這樣說 那像這局 我看我隊友 有人已經在看A 然後我們要打中 炮台放C 這樣可以嗎 怕他們前台 嗯 我建議是怎麼說好 來來來 通常來說 就是只要回到第一局 我們會直接放這個 對不對 因為炮塔其實是 比較擅長於防守這些 就是放在這裡 其實就可以防止到很遠的視野 因為他其實是無限距離 能看東西 所以我們通常來說 不會放這些短頭 因為這樣炮塔的價值會比較低 我不會放這些短頭 短頭通常 因為我們其實 凱咒不會去空這個 這個C大的 這個位置對不對 我不會把炮塔放在這裡 另外其實很容易被打到阿 你看到C點的那個內容 也沒什麼用 我們要知道 是不是有沒有人要前壓 其實放給他爛包子 這裡就夠了 對不對 這裡就能看到他們 有沒有前壓上來 來抓我們屁股了 而炮塔通常 就像 看你哪種啦 我剛剛說放中的 有這裡看屁股了 這個可以看這個C大壓 然後也可以看window壓 就是真的是放棄中 放這裡看得到window有沒有出 嗯 這裡出來是會被看到 所以這邊出來會 這裡出來會叫 嗯嗯 會叫會叫 應該是這樣放吧 我剛剛有了 對應該是這樣放 這樣是能看到的 你看 這裡出來會看到 然後這邊全部都會看到 基本上就是把屁股整個刺起來 不讓人繞 這個炮塔就是 然後這個時候呢 不過這個打法 就造成一個問題就是 你還是放了中的控制 前壓如果有人到這個位置 怎麼知道 這個炮塔通常是我會選擇 夏宴的想要摸點 就是玩個歐盟想要摸提資訊 我可能會放這個 他去中吃前壓 然後這個就可以幫他看C爆屁股 然後你也可以跟H隊友強 但是這個情況你是打中的 我通常會直接放個炮塔在這裡 為什麼呢 嗯因為 如果Garage有人想出來看資訊 他們會知道你炮塔 你炮塔會叫 然後你就知道 哦 撤過有人前推了 你們吃中的時候 反過來你們在吃Garage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中壓出來看 哦你也會知道哦 你們是撤過的時候 中有人前推了 炮台放這邊是比較推薦的 對對對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的 但 無論是單瘡牌還是很多 反正練技術來說 這個也很常見的 然後 真的很擔心C的話 就放個 就在這裡 反正你能全地圖收回來對不對 要先放在這裡 然後你覺得 要轉點了 要打點了 或者不需要再收回來就好 那 我可以每一局都放這個炮台嗎 呃 基本上 呃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隨便你有信心說 哦 對面會搶中啊 一開始就把你炮台打掉 那你可能需要辯證 可能說 哦 你可以繼續放 可是放這個炮台之後 你要靠隊友 對面會把我炮台打掉耶 能不能一起幫我看他 架他 把他們吃掉這樣 他們打我炮台的時候 你跟隊友說 欸 他們如果押中 我炮台看到人的時候 你直接拉出去跟他們 好不好 這樣說 炮塔其實跑到這個位置 才會撕掉 這個位置 如果撕了一個閃 基本上死定了 他只跑不了了 他要這樣才能跑回來安全的位置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看成死定了 如果這樣是一個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他在前壓 這個閃就是沒有掩體的 除非他是 雷娜可以打一隻炮 或者是 Chatch由自己Cover 不然的話 基本上會直接裂開這裡 就是這樣運用 所以我可以 12局都放著 這個炮台 就沒有問題了 除非對面 就看對面是什麼動作 這個你就 把他搶成一個 常規拉資訊的炮台 如果沒有什麼 意外辯證的話 是不太需要動的 可是如果 針對你這個炮台的做出力 因為對面可能會說 我沒把中度搶不到控制耶 要先把你這個東西打掉的話 你可能就要變動了 如果人搶下來 可能就是 call隊友去 放技能去守 或者用人數 用人數差來 搶這個地盤 如果你想說 搶不住了 那可能你就要 放了保守一點 把他call來這裡 然後你們說 因為他們一家中 我們就放了中的控制 我們去搶 C大的控制 或者去搶 A小 或是A大的控制 這個位置 要停下來 好不好 來我們直接看到 雷娜直接潛壓中對不對 然後說法 剛剛探出來 他一定會跟隊友說 欸 很多garage 對不對 這時候 我會怎樣呢 我會直接空人拿包 然後繼續夾打C 你想一想喔 對面的處境 對面有一個潛壓中的 被你們window的對槍對死 然後說法 一個拿資訊的initiator 那個先鋒 他看到很多人在garage 他會怎麼call 欸打C啦打C 各位快點轉快點轉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繼續 夾打C 然後拿包取摸A 我跟你說 A的很大機會 空的 或者只有一個會前退 這把就拿下來 來去弄毛 那我是要跟隊友講嗎 對 要跟隊友講 如果你有這個判斷 就說goA 然後就是fixC這樣 啊對 如果你有這個判斷 當然你可能沒想到這個判斷 那也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想到 我就會直接call隊友 然後會叫一兩個人 繼續fixC吧 來來來繼續看下去 這個C可能會有兩個人在扛點喔 可能會看到Q弱的手法 這個不怪你 你看還有Q弱在CT有沒有 你看這裡被打掉了 就是 這裡 你看全部都來了 你看全部人都在了其實 A點現在應該是空了 不過沒關係啦 對向對應啊 就沒關係那麼多了 可是你們要有意識到 其實剛剛是撞到這槍邊的 剛剛C點倒了三個人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左側 對左側這邊其實基本上 倒了三個人的 你要有意識到我們撞到槍邊 只不過 對面剛剛輸了一把 那個buy round 你們一扣到贏了 所以他們小槍我們能打贏 像這邊 我帶包 然後 他開狗 我應該要去跟這個狗 老實說 你應該先放個G什麼在屁股 你說趕快先放個Q嗎 對對對 因為真的很忌啊 現在這個情況 你是沒有 這個時候我會 要嘛就把包丟個隊友 然後馬上反撥中 要嘛就直接打點了 這個拳 但是 這樣很忌 這樣老實說我會 我會放慢速度 因為現在重點 我跟你說 很大機會是看到三個人在點 你說這時候他們都已經回防 對 B點的已經轉過來了 你看 有一個JK號打掉了 有一個 Haven有一隻 點零還有一隻 Haven還有一隻 Haven還在Bankside 四隻咧 不過你們有隊員嗎 呃 我這邊是看到蕾娜好像要被 推了 我就不下包了 雖然我都跑掉了 對對對 這裡是正確的 沒事沒事 他好像不是這麼遠 重點是你的角色 沒問題 我這邊 往右拉比較好 還是我應該要來左邊 我會往左 右邊的話 你會有一個視野差 你會只看到他出口 可是他如果大拉出來 跟斯凱對那個一打一打 你會補不到槍 可是往左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往左就是 如果你看不到 他也會看不到 如果他看得到 你也會看不到 因為我是怕往左 會不會我跟斯凱被 就是被比較好壓到 或串燒 會有視野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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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對面是凱咒 他沒有任何的那種 防守進攻技能 他只能對你們對槍 他最多丟一個雷 可是丟雷的話 你們就能抓他一門 對不對 你可以加那個非常歸位 你可以去加他槍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 我會叫Sky 對 這樣 就能把勝利提到最高 勝利 今天的範外片第一集 就先到這邊啦 因為TMS 基本上是 每一局都有幫我覆盤 所以這種影片時長 快一小時 我沒有辦法整理成一集結束 我希望一集 差不多控制在十幾分鐘 所以這陣子 矯正版影片會出很多集 喜歡看矯正版的觀眾 應該會很開心吧 番外片的影片模式 會跟正常矯正版不太一樣 我不會每段結束 幫大家整理一個結論 因為我覺得要整理結論 太難了 我自己可能 都還沒有很融會貫通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覺得什麼重點 可以整理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區 寫出自己的想法唷 不過在進攻方的最後一部 結尾會有TMS整理的 進攻方總結 大家到時候 也可以看看 跟你們整理的 是不是差不多呢?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嘍 掰掰